哈喽大家好 上期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2018年用到最好用的彩妆品 然后这次视频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18年用到的最喜欢的护肤品 在给大家分享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我的年纪是30岁 然后皮肤的状况就差不多是 轻熟灵机往熟灵机的那个方向在走 所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像抗脑类型的产品 特别是提拉紧质类型的产品 我就是特别长草的 所以如果你的肌肤状况啊 或者状态跟我一样 希望我分享的这些能够对你有帮助 然后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要给大家说到 就是清洁卸妆类的产品 平常我用卸妆膏的频率是用最多的 因为我觉得卸妆膏是可以把底妆卸得 最彻底最干净的一个东西 而且我是觉得就算你是不喜欢化妆的人 你也应该就定期的用卸妆膏来 深层的清洁你的皮肤 有些藏在毛孔里的东西 就算你不化妆的话 你日积月累的 也是光这样洗脸是洗不出来的 但是用卸妆膏呢 就会很好的给你做一个深层的清洁 卸妆膏我是推荐这个 Eve Long他们这个卸妆膏 应该是特别有名了吧 有一点柑橘调的香味 然后精油香就混合在一起这种味道 挤一点在手上 然后你这样揉搓之后 它还会变成这种油状的 然后你这样按摩的时候就会很好的代谢掉你毛孔里边 很深层次的脏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就用它来按摩嘛 按摩时间可能稍微久一点 可以感觉到脸上能够按出那种油脂粒 就一颗颗的油脂粒的那种 我觉得它的清洁力就真的还挺好的 而且每次用它都特别的享受 第一它这种味道我觉得还挺疗愈的 第二就是它洗完脸的那个感受特别的好 就像小宝宝的皮肤 它可能不擦任何的lotion 皮肤就自在那种痰痰的然后很保湿的那种状态 所以你用这个洗完脸之后 你把脸擦干了 就是像那种baby的皮肤一样 而且你就觉得每个毛孔都在呼吸 就特别的干净的感觉 然后再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化妆水 化妆水我有两款给大家介绍 有一款我已经用完了 而且我也没有空瓶在手边 我就打个图片在这边吧 这个是Oringes的一个蘑菇水 第二个呢就是我手上这个IPSA的流津水 它俩其实都有点像啦 它们的质地都是那种比较水一点的质地 但是比较水的同时 又是那种可以给皮肤带来保湿力度的那种水 而不是像有的水可能就是光水 就是拍完就没有了 它们拍在脸上拍完之后 会给皮肤带来一种润而不油腻的感觉 因为像我脸颊这两边就比较容易长小疹子 可能比较敏感吧 然后像这两瓶水都可以帮我起到一定的稳定皮肤的效果 因为它们不管是当平常用的化妆水啊 或者是用来湿敷 效果都特别的好 所以不管是从质地啊 还是功能上来说 我觉得作为化妆水来说 都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 Insomberg他们家这个提拉紧质的精华 这个精华我是在国内的时候买的 国内斯福兰就有卖 但是美国好像这个牌子不太好买 这个牌子好像是法国的一个小众品牌 里边挤出来啊 是这种凝胶状的 抹开也是特别的好吸收 特别的轻薄的一个精华 我用它的话 主要是用在我们这个下颌骨的这个区域 就是像这个区域 我是特别喜欢用提拉紧致的产品的 像我们下颌骨这块肉 其实我是觉得女生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这块肉如果就是有点下垂的话 不管是从侧面看还是正面看 就会比较的显年纪 或者比较的显不太精神 所以我一般都会在 在这个下颌骨这个地方 就着重的用提拉紧致的产品 然后这个的效果特别的好 你看我这边已经有一个空瓶了 这也是我第二瓶 而且就是因为它效果特别的好 我也给我妈就一直在买这个产品 就特别的好用 所以如果大家在国内比较好买的话 可以去斯福兰就找一下这个牌子 他们家其实挺多东西都挺好用 精华的话我还有一款 就是这个小瓶子 这个是BioEffect他们家出的一个EGF的精华 我想大家都知道EGF吧 就EGF它是可以修复我们皮肤表层的一些皮肤问题 比如说有伤口伤疤啊 甚至是痘印痘坑啊 这些问题都可以修复 他们家厉害的一点 就是把EGF这种极其不稳定的成分 把它做成这种可以装在瓶子里的这种液体 我用下来的感受 我就觉得它的修复力的确是很好 用它之后 我不管是长壁口啊 长痘痘啊 就是愈合的特别的快 而那个痘印代谢也特别快 比较我前阵子就这边长的那个痘痘 基本上看不到了 所以我就觉得是它的修复力起的这个作用 这瓶就是它比较的小 它只有15毫升 但你别看它小 其实它特别的精用 这瓶我用好久 一般都是一滴两滴三滴三滴在脸上 然后这个精华机我只推荐干皮用 因为它的确是有点油 给大家看一下 它滴在手上是这种 你看起来有点水 但其实它是有一点点油分在里边的 我是觉得它会有一点点的黏的感觉 但是过一会儿就好了 或者你或许擦点面霜 它就没有再黏了 所以如果是油皮的话 肯定会特别嫌弃 但如果你是干皮啊混干啊 都会特别喜欢这一款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精油类的产品吧 我是一个精油控 就是我特别的爱买精油类的产品 就很多牌子精油我都用过 不管大牌的或者是小众牌子的 我都用过挺多的 然后去年用下来呢 我自己最喜欢也觉得最划算的是这款 这个是切尔士他们家的一个midnight recovery concentrate 我这个是个新的是我的囤货 这款我差不多用了有起码三瓶的样子 里边长这个样子它是说是晚上用 但其实我白天也用过 就白天我觉得也是可以用的 它并没有什么反黑啊 就没有那种光感性的东西在里边 这个精油我也是推荐干皮混干皮用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有油感的那种油 所以如果是油皮用 肯定会觉得它比较的油腻 而且我是喜欢用精油做脸部按摩的人 所以用这种稍微油一点的油来做脸部按摩的话 会非常舒服 我喜欢它的就是它的修复力特别的好 它这个小蓝瓶还有Lamere 它之前出了一个小精瓶的那个油 我都用过它俩的修复力都特别的好 但是你知道Lamere的价格就要比它要贵很多嘛 所以我觉得它来说就更加划算 但是Lamere那瓶呢 就是更加适合油皮混油皮用 因为那瓶完全是你刚上脸就吸收了 不存在任何的油感 像我如果脸上有一些小炎症问题 小疹子啊或者痘痘啊这些问题 用完它第二天早上醒来 你会觉得那些小炎症问题的地方都会缓解很多 就不会那么的红 脸上的皮肤也会看起来 比较光滑 所以这是我特别喜欢它一点 就一直在囤货 家里就总是有一贯这个 我们来说一下眼霜吧 我觉得不管是眼霜眼精华也好 在我脸上我真的是觉得眼部产品越贵的 好像就越有用一点 今天推荐这两个其实都还是比较贵妇级的 但是我觉得效果真的都还不错 一个是CPP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包装长很好看 像一颗钻石似的 这个眼霜我刚刚开始用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 因为我发现我用它长脂肪力 我年天去逛商场就逛到CPP 我就跟贵姐聊到这个问题 她是说像我这可能年纪没有那么大的话 就它的用量要特别的小 你差不多只用一点间就够了 我这里边都空瓶了 一点都没有 所以没法给大家示范 就差不多一点间就好了 然后在眼睛周围拍开就好 我用它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有提拉紧致的感觉 双眼皮有变大 第二个呢也是提拉紧致类的 这是La Prairie他们家 蓝鱼紫的这个眼霜了 它的提拉紧致效果特别的好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是会感觉你的眼睛非常的紧 就你上眼皮啊 就是会很紧致 然后上眼皮不会搭拉下来 就感觉你的双眼皮有变大变宽的感觉 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 但它就是没什么去细纹去皱纹的效果 然后这两个相比的话 我觉得La Prairie的效果啊 来得更快一些就CVB也有效果 但是CVB可能就比它稍微要慢一点 去年一整年其实我用的面霜最多的就是这一瓶 这个不知道是我第几瓶了 第N瓶了吧 是它原版的那个就需要乳化的那一副版本 我一般秋冬就会用这个比较厚重的版本 夏天的话就会用它的Soft Cream或者是Gel Cream 我都用过都挺好用的 它们效果就是都是特别保湿 然后维稳的效果特别的好 我就说一下它的用法吧 因为关于原版的这个面霜好多人都是用那个精华去给它乳化 但是我的方法呢就是用护肤油去给它乳化 你用它的小勺子咬一点在你手上 然后滴一滴不管是这个油也好 就任何的油滴一滴就好 然后没有几秒钟它就会乳化完全 然后你再上到脸上 这样的话就特别的舒服 所以这就是我用它的一个小窍门吧 面霜说完了我们就说一下唇膏吧 这个牌子是Algenist 它其实像是一个唇部精华的感觉 但是它的那个保湿力又特别的好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唇膏来用 它打开呢就是像这种唇膏的头 它这个唇膏头必须得好好地夸一下 不管是在嘴边上就抹多长时间 它永远是这种很凉很凉的感觉 我也感觉这个头都可以用来做那种眼部的按摩的棒 如果它们家出眼部产品带这种头的 我一定会去买真的特别的好用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到 它里面是那种一颗颗的黄色的小猪猪 挤出来的话就是这种黄颜色的精华 用这个头来按摩 就是特别的舒服 按摩开也是很滋润的感觉 它们这个精华你上到嘴巴上会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就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上到嘴巴上的使用感觉都特别的舒服 差不多使用它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的嘴唇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不管是你作为夜间的唇部产品用来好 或者你上妆之前做一个唇部保湿的东西来说也好 这个都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唇部产品 然后就是要讲到面膜类了 第一个呢就是我要强烈给大家种草的 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Natural BC 我不知道这样念对不对 但是这个牌子的东西都特别的好用 它们家有很多个系列嘛 然后这两个都是它们家Diamond系列 这是钻石系列的美白的面膜 这个是钻石系列的一个抗老的面膜 两只都特别特别好用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干皮油皮都会很喜欢这个面膜 我只能说我最爱最爱的这个吧 也就是我今天用的最多的面膜 它呢挤出来是这种 你看上去是这种乳液状的 但其实它涂在脸上之后 很薄很薄 就一点的不粘腻 而且很快的就会被皮肤吸收 就我觉得它用在脸上属于那种精华质地的 因为它真的吸收还挺快的 不会给皮肤造成任何负担 所以我觉得油皮会很喜欢这种类型的面膜 而这个面膜是过夜的面膜 一般就是你把护肤品全部都涂完之后 最后一层就不用上太厚 差不多就是正常的上一层这个样子的面膜就好了 它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会发现你的脸整个有质的飞跃 就一点的不夸张 我每次用完就第二天醒来 每次都有这种感觉 因为像我这个样子轻熟灵机 我很在意的问题就是脸是不是会下垂啊 就是细纹啊这些问题 但用完它你第二天起来 你会觉得你整个脸会有年轻很多的感觉 感觉你整个脸的走向是往上走 而不是往下坠 然后你的法定纹呀 一些纹路也有淡化 也会特别的保湿 但是不油腻的感觉 所以使用感特别特别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他们家一个美白面膜 它的质地是比较浓稠一点 像面霜的质地一样 用完它洗完脸之后 你会当下就感觉你的皮肤有亮白 就整个是透亮透亮的感觉 晚上睡了一觉 第二天甚至是第三天你起床之后 都会有同样感觉 皮肤是很亮白的感觉 它的亮白就像韩剧女主角 就有人拿个打光板 一直跟着你打光的那种感觉 就真的是从皮肤的底层透出来那种光 就感觉自己皮肤就是 天生就是那么的健康 那么的有光泽 然后那么那么的透亮透亮的 这个面膜也是在之前的视频 有给大家提到过 它的效果就是修复力特别的强 第二天皮肤看起来也会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年轻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是AG出的一个抗糖的贴片面膜 其实它抗不抗糖 我倒是没有觉得有很大的感觉吧 但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平价的面膜来说 也是有一定的修复力的 而且修复力也还挺好的 它这边是一个小袋 里面是它的一个精华液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面膜 然后我差不多敷它 也是会敷个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 如果你皮肤有些问题的话 也是会被修复得很好 然后补水效果也很好 剩下几个就是特殊护理类的产品 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Mario Badescu他们家的一个Buffering Lotion 它是分两层 上边是水 下边是白色的那种粉状的东西 然后你用之前一定要这样摇匀 挤出来是这种白色的 它里面其实是含有酸的 然后它酒精味也挺重的 如果你是对酒精敏感 或者你不太喜欢 就护护品里面有酒精的话 可能这个就不太适合你 如果用下来的话 它对那种痘痘洗些小疹子的时候 就涂一点点它 还挺好用的 这消炎效果挺好 然后我推荐大家 如果你有长痘痘闭口 特别是你清理完你的痘痘闭口之后 一定得用这个 我这个是3M他们家的一个痘痘贴 它里面长这个样子 唯一般都是清理完痘痘闭口之后 然后在你的那个伤口上贴一个这个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 把自己的痘痘闭口清理干净了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贴这个呢 它就会把你皮肤毛孔里面 最深层次的那种脏东西也好 细菌也好 吸附到这个片片上面来 所以我一般这个晚上贴它 然后贴到第二天早上 你把这个东西拿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 它上面其实是吸附了一些白色的毛孔里面 没有真正清理出来的一些脏东西 而且我感觉每次用了它之后 就是愈合的也特别的快 因为隔绝了一些细菌嘛 可以避免二次感染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推荐给大家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护发精华 这个是Grow Gorgeous他们家的一个护发精华 我手上拿的是他们家一个基础版本的 然后我还用过他们家的加强版的 加强版的那个我用了差不多有两三瓶的样子了 也特别好用 但是那个已经空瓶了 我找不到空瓶了 所以现在就只能给大家看这个 应该很多生过宝宝的妈妈妈会有产后脱发的困扰 我差不多是产后可能四五个月之后就开始用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了它的原因 我感觉我产后脱发没那么严重 比正常洗头发的时候再稍微多一点点 我那个时候都是用的加强版的 我觉得用下来加强版跟基础版比起来 我觉得加强版效果来得更快 它的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一个质地 一点的不油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是很水 它是可以这样滴下来一个很水的质地 然后味道也是香香的 我感觉它是真的是对你的头发的生长是有帮助的 然后对头皮也是有养护作用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脱发的困扰 或者你产后正在经历脱发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试试看 所以以上就是我2018年用到的最喜欢的护肤品 不知道在去年你们有用到哪些好用的护肤品或者彩妆品呢 我也很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帮我种下草 所以以上就是我这支视频的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 祝大家有个快乐的2019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